哈喽大家好 你们的朋友齐姥爷 那就在上午扫妹率先出击 曝光了新世神SP花鸟卷建模和技能 我先把完整的建模语音视频放出来 给还没看过的朋友欣赏下 之后会结合曝光内容 带来技能相关的抢先预测介绍 有意思吗 一定会介绍的 将来到了 这些数字是起过来的 我们能试过来的 我可以求你 改参谈下 要不然 语言 坚持好 此时 王也像… 拿到錢人吧… 是… 邀請你來我的世界 嗨老婆 来来来 例行打分环节 满分1到10分的话 大家觉得视频曝光出的建模效果 能打多少分呢 那目前来看 SP花鸟卷是在明天上线体验幅和测试幅 正式幅时间不出意外 就是下周三8月25号了 不知道大家的公寓和蓝票准备了多少 往后推四到五周 周年庆基本就是9月22号或9月29号二选一了 在这也是祝屏幕前的你 欧气满满百抽以内搞定SP花鸟卷 那要是再来个点赞三连 30发就搞定 这个可以有 我们接下来对SP花鸟的技能预测解读一波先 首先它是一个带被动的士神 很好区分 二技能标准的被动 这没准策划一发好心 做了个515士神 黑蛋可以节省下 但有被动也就意味着 可能会被SP面临器 波蛾等士神所克制 开局有先机 全员头上两个buff 左边这个图标 大家能认出是啥吗 答案是效果抵抗增加 那一目联的风神之佑 也有同款图标 右边这个明显是治疗相关 也是花鸟卷本质 一技能普攻 亮点是释放后 会给自身增加 类似圆节神的庇护 不难猜测 带有免疫控制类的效果 三技能大招是个二活主动 释放时有一个 违幻境的视觉效果 还蛮华丽的 首先会给全体带来 伤害增加的buff 同时之前普攻带来的 庇护失效 其次释放时需要标记敌方单体 头上会出现一个类似中国联通 而不是 类似花瓣的负面标记 同时大招会变为灵活主动 那画面中间呢 搬了座山过来 感觉是个召唤物 好家伙 人家负鸡招蛇 跳妹招狗 金鱼鸡招鱼 屏幕前的阴阳师大人们 一发入魂 招出汇式花鸟卷 你这直接给招了座山过来 鱼工当场直呼内行 但这座山是什么效果 视频中没有展示 我推测呢 可能和二技能被动有关 而再次释放三技能灵活主动时 需要标记我方单体 给每位友方带来滔天聚奶的同时 给敌方标记单位 造成等同于最后一下的奶量伤害 在这有两点需要注意一下 第一 这个奶啊 是一个一个单位往上加 区别于SSR 花鸟卷等式神的群体顺奶 有两种可能 可能是三段奶随机 第四段固定加给标记队友 也可能是每位队友顺次奶一段 之后再给标记队友奶一下 第二个视频展示来看 这SP花鸟 它居然没有奶自己 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者不能自一嘛 这让我对其生存能力啊 有一点小小的困惑 我在这开个脑洞啊 你看这个滔天的奶量 同时它还能补足输出 你想到了什么 完美加入千迪灯阵容好吧 既增加了续航还补了输出的短板 哦我的天呐 这真是太可怕了 当然这只是脑测啊 视频展示内容有限 比如这个被动效果究竟是什么 中间这座山有啥用吗 SP花鸟卷除了庇护外 还有什么自保能力啊 这些还是个谜 众所周知啊 现在这新式神是越出越花里胡哨 你看啊 SP花鸟 它是从哪变化来的 还带着一定输出能力 你每个免控自保输出拉条 检防扣火 复活二形态啥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这个新式神是不是 但这次SP花鸟以曝光视频来看 技能机制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作为阴阳式游戏史上 第一个原型治疗式神的SP花 也很期待它的发挥和到来 更多具体内容呢 等明天更新再来做解读展示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点个关注 近期啊会把更新频次拉满 给大家带来更多新鲜好玩的更新 我是七老爷 求点赞 求投币 求三连 真的很重要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拜拜